心情很重要的 自己一定要觉得自己是最棒的 然后把自己的状态 已经要调整出来 冠军也重要 但是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 没有拿到冠军的话 那也是很棒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 因为我是接触这个羽毛球比较早 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 和我的父母开始打球 父母工作比较忙 跟父母在一起的相处时间并不多 但是我觉得每次 就是跟他们去打羽毛球的时候 就是我非常的开心 有这么一个情节 自己之前也是有两家俱乐部嘛 最开始的时候 是在波尔多的一家俱乐部 叫圣布鲁诺俱乐部打球 当时在这个俱乐部里 主要就是队员的身份 这个是在巴黎大区的一个比赛 然后我当时是打得混合双打 然后拿了这个冠军 然后这是一个资格赛 巴黎大区这个比赛 打完以后 就是整个全法国的那个省里的一个比赛 又拿了一个混合双打的冠军 等我到了巴黎以后 再找哪个俱乐部会更适合我 除了打球这一方面 还是想着说慢慢的可以能做一些管理 因为自己可能比较热心 也总是希望能够说帮助更多的人 能够加入这个协会 在羽毛球这个运动中找到快乐 所以说我自己也找了一家就是 规模稍微的就中等的一个俱乐部 可能注册会员能有一百多人这样子 然后这家俱乐部叫岭南俱乐部 从我进了这个俱乐部以后 牵到中国人来打球的话 对于那种刚过来留学的留学生 他们很多的时候会比较内向啊 或者是觉得不知道怎么融入 这个也是我作为负责人的时候 会很注重的一点 我是希望能够就是 打开大家之间的这种隔阂 然后让他们能够 除了场上一起打球 然后场下还会有一些交流 还会办一些交友啊 或者是聚餐 或者是大家能够一起出去 参加一些什么其他的文娱活动 我现在俱乐部里面是一个羽毛球队的队长 然后现在只是专注于来管理一个团队 虽然赛道可能有点更换了 但是我觉得违规这个赛场 然后带着这些人去打球 然后他们能够有进步有成长 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一个冠军 一些中国队员的话 我觉得高时平的运动员 比如说像皮红燕 他也是从中国这样走过来的 来到法国这样一个队员 通过跟他的相处吧 然后能看到更多的 怎么来进行一些中法的这种交流 这种互动 但是从我的这个层面来说 可能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帮助他们 但我只能就是尽我自己的个人这一部分力量 把来我们协会的这些会员 然后帮助他们 然后怎么能够更好的在场上运动 然后能够拿一些成绩 帮他们实现他们的冠军梦 然后使他们能够在这项运动中得到快乐 爱上这个运动 冠军可以是一时也可以是一世 自己内心总有一团火 去追求这个冠军梦 才能使这个运动精神不熄灭 然后这运动精神能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